好球 这球内线还有鞋光 你看看这次北京队的快攻能不能打出来 2加1 这球算了 那就很麻烦 综合的实力上 北京队 看看北京手钢的进攻端破连防有没有办法 好球转移到这边一个大空位 杨力 三分球命中 方硕 脑后长眼 这下周一翔给的漂亮 周一翔的单兵突破 那么你就得防好 如果是站在上海队这边来讲 上海队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办法现这北京队的进攻出攻率 这一斜防轮转防守内线完全不到位 全乱 全乱 这个就是给我感觉 卢一文 中距离 这 赵一鸣没看 我觉得卢一文今天的进攻是有问题的 他在投篮不中之后甚至不敢出手了 我们来看回来之后啊 这下差点出界了 看看周一翔 给到之后的外线打进 首先第一点中了 顶住了第一步 往下走下来够很够准 又是一个攻击千里 这波有点打僵了 能造到犯规 对象 周一翔确实能做的事情 或者说他在做的事情比较少 没那个镜头 对 或者他站在滑球区彻影 周一翔再给出来 刘晓宇三分球 有一个 这要形成常态呢 就无敌了 这信手拧来 周一翔打小个儿 好球 发现这个位置呢 周一翔再给过来 漂亮 还是要给出去啊 大个儿提上来 周一翔直接要三分球了 好球 周一翔其实是可以攻的啊 看上去 北京守防队的进攻端 打得更为出色 但是这个分叉啊 始终是拉不开来 没错 嗯 几步森这是个机会 好球啊 无关系跟裁判示意说是打手 但是对面已经五打四了 回来太慢了 周一翔 自己突进来 好球 周一翔啊 还是应该去多打一打 他是具备这样子能力的 其实双方这得分效率都不高 嗯 呃半场都快结束了 38比36 哎呦 好球啊 我还打劲啊 赢着李莫豪头俩了啊 对 李莫豪这是真是高啊 对space 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影响 图三分出来 很耐心啊 要一半截篮啊 节奏非常好 哎呦 也没能转化成得分啊 北京队已经犯了不少错误了 今天 而且是比较难得一见的错误了啊 对啊 哎呦 广哥都没抓住啊 真是没抓住啊 周一翔很有经验啊 我来稳一稳 哎呦 漂亮啊 说士气上的激发啊 嗯 也挺强的 有的事情是福是祸 你不知道 真的是这样啊 有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球队落后 主教练还是会去给裁判施压 哪怕是被 啊 这球没头啊 周一翔这事也非常老道啊 对 我不跟你打这个乱战的 又是 哦 连续两次给范子民做球 我觉得他这个小伙子是非常有潜力的 包括阿豪的天后 大家就不用说了 嗯 就是伯顿的 这个时间点就是布克的 这一节你看又打了不到八分钟 还是让布克休息了 嗯 山西队没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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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洛今天真是这 准形放假了 冰冯一样的手感啊 好球 这球都不劲 回头望月啊 你可以看一看确实 等待还是再给到吉普森 外线位置 打中啊 周一翔 周一翔 周一翔这点呢 其实 庆功啊 最近的不一定情况越来越多 非常靠外的位置拿球啊 有点难 方硕 往里走 再给到外围 周一翔 三分明中 把球给到王小辉 外围是周一翔 还是站一个二三 关门稍微慢了一点 周一翔往里走 上篮对手 来看周一翔的外线啊 后遇用 三个人的注意力全都在吉普森这边 转移出来周一翔往里突了 突左手再分球 任西给到周一翔 虚晃一下之后 还在团 太耐心了 太耐心了 也没什么机会啊 但时间再走 再转移 嗯 分到 北京所刚铺二三联防 拔球线一站人 就整个心里都是踏实的 是 但是最近解说了一些 就球球的比赛 面对联防的时候 就挤在周围 华右县就是木镇 看到我 因为我 一上华右县 这个联防就等于破了一半 哪怕是作为一个天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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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